居有的二頭 要屍有的胸 要是覺得很叫做他完全不在意 Chess Bison Chess and Bison Chess and Bison 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今天要來教大家超高CP值的7個動作 虐爆你最愛的胸加二頭 那這一集的價值非常高 有看到真的算你賺到了 首先我們只需要準備Bench加2個雅鈴 這邊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你是在家訓練 Bench跟雅鈴都要選擇可調適的 好的那直接進入今天的重點 胸與二頭的超代謝壓力 肌肥日 那我們就先從大肌群胸的4個動作開始 那第一個動作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平胸臥推 在正式組前會先做兩組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那每組做10下左右 休息一分鐘後做第二組的暖身 兩組暖身結束後 接著進入正式組8到12下的4組 組間休息2到3分鐘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要怎麼抓正式組 假設你正式組是用12下來做組的話 那我們就用大約15下會完全力竭的重量來做 那假設你的正式組是8下 那我們就用大約10下會完全力竭的重量來做 接著第二個動作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上胸臥推 我會建議大家把Bench調整為30度 最高不要超過45度 那雅鈴的重量會調整為比平胸臥推稍微較輕一些的重量 這邊正式組我們會做三組 每組8到12下 主間休息2到3分鐘 第三個動作 夾胸推 我們把Bench放平 雙手對臥夾緊胸勾 發力上推 緩慢下放 全程感受胸肌的緊繃感 因為這個動作主要在增加我們的代謝壓力 提升胸肌的繃感 所以重量會調切 次數提高 並且降低主間休息時間 我們做三組 每組12到15下 主間休息2分鐘 最後一個動作 暫停臥推兩組 每組暫停1分鐘 主間休息1分鐘 首先我們先將雅鈴上推至頂點後 下放至上臂與地面平行 前臂與地面呈現90度 手手平行於肩膀 注意你的呼吸 咬緊牙關跟地心引力對抗 這邊雅鈴的重量 會在降低為平胸臥推的1 3分之1重量 這個時候如果朋友剛好在練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架好攝影機 然後跟他玩時間暫停中的遊戲 好的胸的部分訓練完之後 接著我們就來做三個二頭肌的訓練方式 首先第一個動作 支出彎曲 我們把bench調整至20度 先用正式組一半的重量 暖身一組做10下 換行我們的二頭肌 休息一分鐘後 就可以開始進入我們的正式組 在訓練制度彎曲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第一 離心時一定要盡量慢 第二 手手的位置盡量控制在同一個點 甚至可以稍微往前一點點 避免手手向後跑 三組12到15下 主間休息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 集中彎曲 在做集中彎曲的時候 我們把啞鈴調整為能應付8到10下的最大重量 集中彎曲 顧名思義專注集中在二頭肌 對於大重量彎曲的張力 一樣有意識的控制離心的速度 另外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常見的錯誤 很多人在做集中彎曲的時候 會把手手頂住大腿內側 利用槓桿來舉起更大的重量 有些人甚至會直接把錢幣放在大腿上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在操作集中彎曲時應該要有的姿勢 我們應該將上臂或三頭貼著大腿集中在二頭發力來做 而不是靠著身體的代償來完成 而集中彎曲我們做四股八到十下 主間休息2分鐘 最後一個動作 直接讓我在訓練中叫出來的痛苦私扯訓練法 上斜啞鈴暫停彎曲 三組20下 主間休息1分30秒 非常不冷道但是絕對蹦趕的一個訓練方式 這個動作的精髓在於 每5下就必須暫停5秒 也就是你必須在同一組的第5、10、15、20下 都讓手臂呈現90度 彎曲暫停5秒 這個動作我會用大約集中彎曲5分之2的重量來操作 總之試過一次享受當中的痛苦 然後坦率承認自己其實是個抖m的事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四天練全身 第一天的超絕代謝壓力篇 這次示範使用的是 AD32可調式啞鈴 以及Fitness Reality可調式Bench 很多人都有在IG跟Youtube留言問我說 有沒有推薦啞鈴跟Bench廠牌 這邊幫大家找到這間健身器材供應商 Blades 影片示範所使用的器材早在兩個月以前 就請他們先寄過來通這邊的教練跟學員做使用 我講真心話 用過的教練跟學員 包括我自己都覺得這兩樣器材超級無敵好用 但只有兩點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 啞鈴的部分因為有快速調整重要的設計 所以你不可中摔 第二 Bench 的部分在調整角度的時候 請大家看清楚再調整 小心不要夾到自己的手 有興趣的朋友專屬網站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從這網站購買會比官網更便宜 商品種類非常多 有興趣的朋友就歡迎上去逛逛囉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私訊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金人該 我們下次見 掰掰